走 杀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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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跑啊 杀人了 杀人了 快跑 杀人了 你们俩 那边 走 杀人了 队长 队长 人已经死了 组长 那边也有情况 走 肩膊俯部各种异枪 还有呼吸 已经叫救火车了 什么人 刚才问过 说是团长和司机 医生 他的情况怎么样 失血过多 我们马上送医院抢救 如果他醒过来的话 肖城 那边 你们 你们俩 送他去医院 是 快 赶紧走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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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春华乐剧团的杀人凶手 现在可以确定是一个人 但是 从送恐吓信到春华乐剧团杀人 这里有什么联系呢 这目前勘察的情况来看 应该就是某台安静 死亡的财务员叫沈明 手表和钱包被抢走了 重伤的司机叫徐国昌 钱包也被抢走了 剧团财务室丢失了一笔现金 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损失 财务员是心脏中枪 一枪致命 司机是腹部和左肩中枪 目前正在医院抢救 鸟瓶当然人多了 我直接一枪就给他放那儿了 站着 兄长 有什么疑点 兄长 我在想 这个凶手杀人的真正动机 摩擦害命 他已经拿到钱了 他为什么又要返回现场 再次对那个司机开枪 那也就是说 他的目的不是为了财 而是人 还有 在乐剧团旁边有个机脉行 我进去看 那个机脉行 里面值钱的东西非常多 而且就是一个女老板看钱 如果要是劫财的话 很明显 机脉行 要比乐剧团有钱得多 还有 这是几天前市长视察春华乐剧团的新闻 这个凶手在给市长递了恐吓信之后 又出现在春华乐剧团 是挺巧的 那这个人就是一直跟着市长的日程在行动 所以我认为 杀人劫财只是个幌子 他的目标还是市长 一个财务员 一个司机 还有一个是恐吓市长 这三者之间有什么缘性 报告 请进 刘局长 医院刚刚来电话 司机醒了 对了 来咱们医院探病的人 是不是都得来这儿登记啊 对 都得先到分诊台来登记 然后才能查出病人在哪个房间 同志 记性不错嘛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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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同志 咱们医院拖地都不用消毒水的吗 当然要用 地板消毒是每天必须的程序 每天都用 反正每天这个时间是要统一消毒的 可是我闻着怎么没有消毒水的味道 可能忘家了吧 一会儿我去后勤问问 刚才我观察了市政府大楼 除了政府人 警备和优地员能够自由出入 就是警戒功能了 警备命 警戒数元 警戒 jedoch 警戒啊 警戒还是 家董 你没事吧 没事的 有我在 还不可能有事 座长 罗队 是 方丽山 你是不是得请我吃一顿好的呀 为什么呀 这还有什么为什么的呀 千军一发 要不是我出手及时 我跟你说 你很有可能就壮烈在特末的墙口底 你骗谁呢你 你看 我这闭着眼睛呢 什么都没看着 当然你怎么说怎么试了 不是 而且 人家就来了一个人 你还让人开了一枪 杨诚让你丢屋丢屋 不不不不你听我说 鉴于今天你的表现 以后再执行这种任务的时候 我的角色你来扮演 你的角色我来 那你干什么呀 我扮演你的角色呀 那我得死多次啊 我你们